其实下界和主世界的构杆有很大的区别哦 毕竟听名字就能猜到下界是一个地底世界 所以你一直往上挖 甚至能挖到鸡眼 往上挖还能挖到鸡眼 没错 不仅如此 当你想办法挖掉鸡眼之后 还会到达一个全新的世界 下界的上面还有一个维度吗 当然是没有啊 不过下界上面确实是有一个世界的 有点像超平坦大陆 不过大陆全是由鸡眼构成的 而且只要能到达那个地方 甚至是能耍怪的 听着挺厉害的 可是众所周知 鸡眼是不能在生存模式被破坏的呀 哎呀 办法总比困难多的 破坏鸡眼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还能破坏鸡眼 真的假的 当然啦 玩家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而且办法还很多 有利用树苗催熟的 有利用藤蔓和床的 还有用凋零骷髅头的 哎 可惜啊 这些方法早就不能使用了 不能用哪说个屁啊 不过有一种办法是无论版本变更都能用的 那就是红石 用红石制作的红石装备 可以办到我的世界几乎所有的事情 哦 你说红石的话 那我可要转移话题了 那玩意儿啊 要脑袋的 哇 救我吧 有时候我真的不得不感叹我的世界的神器啊 岩章居然还能浮空的 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呀 如果岩章是依附在某块石头上的 还可以解释 这都直接浮空了好不好 下界神秘的现象多了去了好吧 我感觉你收集一桶岩浆都这么麻烦 要不还是算了吧 就是个猪人刷块塔嘛 有没有都一样 确实是这样子 这都是我运气好 没挖多久就挖到岩浆园了 如果再高一点还能更麻烦 不然啊 就只能去最底层收集了 咱们这也太高了 去一次底层啊 估计要小半天 回去了回去了 如果有缘分再来吧 哎哎哎 哪有你们这么欢迎人的呀 快跑快跑 你又去偷东西了对不对 快还给我嘛 可恶的偷了我事 哎你们别血苦喷人呐 不是每个通用事都喜欢洗劫便着的好吧 我怎么觉得你就是呢 哎呀哎呀可恶 我这次真的是无辜的呀 可恶的猪灵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闯 真的我阿阳是好欺负的是吧 嗯 阿阳啊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但是我还是想说 猪灵本来就是地狱来的哦 你 嗯 哎呀 我不在乎他是哪里来的 但是今天 我跟他只能有一只活下了 你等等 一只 还要你 难道说 好